你还记得童年的小伙伴吗? 回想那年夏天,你们骑着单车,躺过下了雨的石头小路,一路跌跌撞撞,一路傻笑。 你们躺在草地上,看谁敢盯着太阳不闭眼睛,一边吹着风,一边抱怨这个夏天有多难熬。 可当你长大以后,回忆那段难熬的日子,却发现那是你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 而今年的皮克斯就带我们回到童年,帮我们找回了那个记忆中的夏天。 本期节目,我们就来看年度治愈动画佳作《夏日有晴天》。 在意大利的一个海滨小镇,一直流传着海怪的传说,有渔民捕鱼的时候就见过这些可怕生物。 而所谓的海怪,其实并不是张牙舞爪的恐怖怪物,而是生活在附近海底的一群愚人。 他们跟人长得很像,在海底过着平静的生活,当他们离开水以后,还可以变成人形。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卢卡的愚人小男孩。 他跟父母、外婆一起生活,卢卡一直对海面上的世界充满好奇。 哥德的父母却叮嘱他不要去海面上,因为在他们眼中,海面上很危险,人类才是捕杀他们的可怕怪物。 这天,卢卡在海底放鱼,他无意间发现一个留生机,这肯定是海面上的世界落下来的。 正当卢卡好奇地打量留生机的时候,一个穿着潜水服的人从他身后走了过来。 卢卡吓得赶紧逃命,却被身后的岩石挡住去路。 这时对方拿下头盔,原来他也是一个愚人男孩,只不过想吓唬一下卢卡。 男孩带着卢卡游到海平面,他直接游上了岸,把卢卡也一起拽了上去。 离开了水,卢卡立马变成人形,他吓得在地上打滚。 毕竟父母警告过他千万不能上岸。 可当他看到岸上郁郁葱葱的树木和头顶的蓝天时,他的心情立刻平静下来。 看来岸上也没有他想象中那么恐怖,可卢卡毕竟是个听话的孩子,他还是乖乖地回到了水下。 晚上,卢卡像往常一样在家里睡觉,可就像每一个好奇的孩子一样,当他见过外面的世界,小小的家就关不住他了。 第二天放鱼的时候,他做了一个石像当成自己的替身,重新和之前的男孩去到岸上。 男孩名叫阿贝托,住在岸上的一个塔楼里,他告诉卢卡自己和爸爸一块住,但他爸爸不常过来。 阿贝托的家里收集了很多人类的东西,让同样好奇的卢卡非常着迷。 墙上还有一张尾式排摩托车的海报,阿贝塔说,骑上摩托车就可以环游世界,去任何想去的地方。 于是两人就用家里的零件做了一辆简易摩托车,没人教过他们怎么骑摩托。 胆子大的阿贝托,索性借着地心引力,骑车冲下山坡,卢卡举着木板作为坡道。 最后车子直接散架,人也掉进了水里,可阿贝托却骑得很开心。 童年的时候就是这样,再傻的游戏都能玩得津津有味。 在这座风景一人的山坡上,两个男孩成为了最好的朋友。 他们躺在塔楼里看美丽的夜空,月亮和星辰仿佛是一只大鱼,保护着一群小鱼。 他们继续用铺桶烂铁制作摩托车,做出一辆又奇坏一辆。 然而卢卡上岸的行为很快就被父母发现了。 妈妈非常生气,为了保证儿子的安全,他要卢卡的伯伯把他送到深海里生活。 深海里连阳光都见不到,卢卡自然不愿意去。 他跑来找阿贝托商量对策,阿贝托灵机一动,两人可以去到人类的海滨小镇。 如此一来,卢卡的父母就找不到他了。 两人还约定,在镇上找到一辆真正的伪式派摩托车,从此就可以骑着他环游世界,自由自在,无拘无束。 两人来到小镇,看到一个公子哥骑着一辆真正的伪式派摩托车。 公子哥是镇上的恶霸,卢卡不小心踢球踢到了他的车,恶霸就准备收拾他,把他按进喷泉里。 眼看卢卡就要碰到水献出原形。 一个正义的小女孩解救了他们,她的名字叫朱莉亚,她平时也是被恶霸欺负的对象。 朱莉亚说自己要参加镇子上一个类似于铁人三项的比赛,冠军可以获得奖金。 卢卡和阿贝托立马想到,如果得到奖金,就能买到一辆伪式派摩托车,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。 于是两人决定加入朱莉亚,一起参加比赛。 朱莉亚和爸爸住在一起,父女俩靠捕鱼为生,海外的出没让小镇的人们惶恐不安。 朱莉亚爸爸扬言看到海外一定不会手软,这让卢卡和阿贝托吓出冷汗。 万一现出原形,他们肯定就完蛋了。 三个孩子组队报名比赛,然后就开始了训练。 比赛内容分为游泳、吃面、骑单车三项。 由朱莉亚负责游泳,阿贝托负责吃面,卢卡负责骑单车。 另一边,为了找到儿子,卢卡的父母也冒险来到小镇。 可是儿子已经变成人形,就算见到他,也不一定认得出来。 这时妈妈看到一群在喷泉边踢球的孩子,她顿时有了主意, 她用球把孩子们一个个打入水里,只要是卢卡肯定就会显出原形。 可是找了一圈,还是没有发现卢卡的踪迹。 倒是卢卡从旁边经过,一眼就认出父母的背影, 可此时他不愿相认,他不想再回到家里,回到那个看不到阳光的深海。 或许对很多人来说,家就是这样一个地方。 小时候我们拼了命想要逃离,可长大以后想回,却再也回不去。 晚上,两个男孩住在朱莉亚大的树屋里, 可阿贝托发现,自从认识朱莉亚以后, 他和卢卡单独相处的时间就变少了。 三个人的友谊似乎有点拥挤, 有时阿贝托会被叫去给朱莉亚爸爸帮忙, 只留下卢卡和朱莉亚聊天。 朱莉亚只有放暑假的时候才来这座小镇, 平时她在妈妈住的城市上学, 她把课上学到的东西分享给卢卡, 还把书本寄给她看, 知识的海洋让没读过书的卢卡着了迷。 天上的行星,浩瀚的宇宙, 会飞的滑翔机,比小镇还要大的城市。 朱莉亚把卢卡带入了更广阔的世界, 卢卡的好奇心得到了更大的满足, 她开始对学校充满向往。 看到卢卡和朱莉亚越来越亲近, 阿贝托心里开始有些不平衡, 那时的我们还不懂什么叫吃醋, 只知道撅起小嘴, 我仿大人发脾气的样子。 在三人一起训练骑单车的时候, 阿贝托冲动地载着卢卡冲下山坡, 结果却摔进水里。 卢卡非常生气, 刷案之后跟他扭打在一起, 直到朱莉亚赶来, 两人才停止打斗。 卢卡的想法变了, 他不想再跟着阿贝托骑车环游世界, 而是想去上学。 可是一个海怪怎么能去学校呢? 阿贝托为了打消他的念头, 直接在朱莉亚面前走入水里, 现出原形。 可接下来发生的事, 阿贝托却完全没有想到, 卢卡不想自己被暴露, 指着阿贝托大叫, 说他是海怪。 阿贝托彻底懵了, 他望着卢卡, 眼里充满了绝望。 因为懦弱和不懂事, 我们都曾做过一些过分的事, 伤害到自己最亲近的朋友。 有些伤痛会在彼此的成长和包容中消散, 有些却会成为一生都抹不掉的阴霾。 不远处的恶霸听到叫声, 拿着鱼叉过来要杀海怪, 阿贝托只好逃进水里。 朱莉亚和卢卡回到家中, 他发现卢卡也是愚人, 准备比赛的这些天是朱莉亚最快乐的一段时光, 可他为了卢卡的安全, 还是要他离开了小镇。 卢卡回到阿贝托的塔楼, 阿贝托也已经回到这里, 卢卡为他之前的行为真诚道歉, 阿贝托向卢卡敞开心扉, 之前他说和爸爸一起住在塔楼里, 其实是骗卢卡的。 爸爸很早就抛弃了阿贝托, 他始终孤身一人, 他好不容易跟卢卡成为朋友, 所以对两个人的梦想很执着, 不过他跟卢卡终究是两类人, 他大声要对方远离自己。 而此时的卢卡终于理解了阿贝托的苦衷, 他下定决心要赢得那场比赛, 帮朋友实现梦想。 比赛当天, 卢卡独自一人参加, 为了不献出原形, 他穿上潜水服完成了游泳项目, 但因为衣服太笨重, 他一直处于落后状态, 接着他进入比赛第二项, 在朱莉亚的帮助下, 一股做起吃完了面。 最后是骑单吃的环节, 朱莉亚一马当先, 小镇恶霸也紧随其后, 卢卡打了个宝格, 踩起踏板也追了上去, 这时他的父母在人情中发现了他, 想要拦住他的去路, 但卢卡却骑车绕开, 解释说自己必须要完成这场比赛。 卢卡原本是最后一名, 但通过之前的骑单车练习, 他很快就追了上来, 可这时天上下起了雨, 雨水差点让卢卡献出原形, 他只好在一处屋檐躲雨, 还剩一个下坡就到终点了, 可卢卡不得不停下脚步, 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, 阿贝托举着一把大伞跑了过来, 卢卡断时露出笑容, 有了这把伞, 他就能重新出发了, 但这时恶霸却冲了过来, 一脚把阿贝托踢翻在地, 大伞掉落, 阿贝托在大雨中彻底变回愚人, 周围的人群都被吓坏了, 但阿贝托却是以卢卡留在屋檐下, 他挥着手引开所有人的注意, 却很快被恶霸用雨网制住, 看到阿贝托倒在地上, 卢卡的眼神突然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, 他骑车冲了下去, 握住阿贝托的手将他救起, 恶霸抄起鱼叉就向前追去, 两人想静止冲进海里逃走, 但很快恶霸就追了上来, 正当他要用鱼叉杀死他们的时候, 朱利亚冲上来转翻他的单车, 而自己也摔倒在地, 卢卡和阿贝托连忙杀主车, 不顾周围人的眼光浮起了朱利亚, 恶霸还不依不饶地要处决两只海怪, 但朱利亚的爸爸这时却站了出来, 他说这两个人不是海怪, 而是卢卡和阿贝托, 同时也是这场比赛的冠军, 卢卡的父母也从人群中走出, 紧紧地拥抱了儿子, 眼前的愚人确实是长满鳞片的海怪, 可这一家人温馨的氛围, 却安抚了在场人们的恐惧, 恶霸的凶狠也渐渐不得人心, 一直受他欺负的小弟, 把他扔进了喷泉, 主办方把冠军奖杯给了三人, 三个孩子欢呼庆祝, 按照约定, 他们用奖金买下了一辆韦市牌摩托车, 一行人在朱利亚的家中欢聚, 故事的最后, 朱利亚要回去上学了, 两个男孩给他送行, 等朱利亚坐上火车以后, 阿贝托却也递了一张车票给卢卡, 原来他把摩托车卖了, 换了车票给卢卡去上学, 卢卡的父母也过来送行, 他们已经给儿子安排好了入学的事, 大家都知道卢卡想上学的心愿, 于是在最后一刻给了他惊喜, 而这一切都是阿贝托的想法, 曾经和卢卡环游世界是他的梦想, 但现在他似乎已经拥有了更重要的东西, 不过上学并不是阿贝托的意愿, 所以他选择留在小镇和朱利亚的爸爸一起生活, 卢卡跟阿贝托紧紧相拥, 然后不舍地走上火车, 随着火车开动, 曾经握紧的双手又在此刻缓缓分开, 三个孩子的故事结束了, 但这份友情却没有完结, 明年的夏天, 小镇上还会回荡起他们的欢笑, 和为师拍摩托车的阵阵轰鸣。 蔡康永说, 我们为什么羡慕青春? 青春最大的乐趣是什么? 青春最大的乐趣就在于, 我挥霍他, 我不在乎, 因为我不知道我拥有的是最珍贵的东西, 青春的真谛就是无知, 童年也是一样, 他的美好都是长大后才感慨, 回忆里才发光, 儿时的我们什么都不知道, 我们对于自己拥有童年不知道, 我们对于童年转瞬即逝不知道, 我们对于长大以后童年再也回不来不知道, 而我们对于我们不知道这件事也不知道。 童年是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, 生命才刚刚开始, 口袋里装满了大把时间, 阳光和草地离我们很近, 生活的乌云还远在天边, 那时的我们一无所有, 但同时也似乎拥有一切, 夏日有晴天没有太多煽情和泪点, 甚至没有跌宕起伏的反转和高潮, 他只是还原了一段简单的童年时光, 一个属于三个孩子的夏天, 很多人都觉得他的故事过于平淡, 没有玩具总动员的奇思妙想, 也没有寻梦环游记的清情泪点, 但或许正是这一份平淡才显得真实, 更能唤起我们对童年的怀念, 而童年之所以快乐, 离不开那些亲密无间的小伙伴, 在最天真浪漫的年纪, 我们还没有爱情的萌芽, 还不懂清醒的可贵, 只有友情是我们最忠实的陪伴, 他是两个人的行影不离, 三个人的骑行协力, 是一起开着飞机翱翔天空, 一起骑上摩托环游世界, 我们还不懂孤独的痛, 友情便已治愈了孤独, 而在电影结尾, 三个孩子都对友情有了更深刻的领悟, 他可以是一起嬉戏玩耍, 也可以是为了朋友的梦想拼尽全力, 在关键的时刻对他不离不弃, 他可以是拉着朋友的手, 一起冲下自由的山坡, 也可以是默默地制造一场惊喜, 为了他的心愿, 放手, 任他远行, 海风吹过的意大利小镇, 来年还会迎来雨季, 但在孩子们的记忆中, 这里永远都是晴天。 好了,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,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, 并留下你的点赞评论, 我们会解说更多好电影, 我是巴斯光年, 我们下期再见。